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1月18日 川普總統在第一任期還有兩天時 再次解密了肯尼迪總統遇刺案的部分文件 今天 我們就來說一說 在這次解密的檔案中 有沒有發現新的猛料 並讓我們一起探索一下 川普總統再次解密檔案的用意 一提到美國第35任總統約翰·肯尼迪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58年前的那場刺殺案 1963年11月22日 肯尼迪乘坐豪華敞盆車 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巡遊 他不時向道路兩旁的市民揮手 人們歡呼雀躍 12時30分 迪利廣場突然響起槍聲 一槍擊中了肯尼迪的喉咙 一槍擊中了他的後腦 30分鐘後 肯尼迪總統被正式宣布死亡 不到2小時 達拉斯警方逮捕了前海軍陸戰隊的槍手 李·哈維·奧斯瓦爾德 兩天後 在警察局的地下室 這名槍手被一個叫傑克·盧比的夜總會老闆槍殺 死在了警方的嚴密保護之下 而夜總會老闆也在被捕入獄後不久因病死亡 由於關鍵人物的相繼死去 半個多世紀以來 肯尼迪遇刺案成了一個懸案 各種相關的陰謀論也甚囂成上 那麼 今年川普總統解密的檔案中 又說了些什麼呢?有沒有大家期待已久的真相呢? 我們先來簡單回顧一下 川普總統第一次解密的檔案 2017年10月27日 川普在推特上發文說 我現在下令公佈所有肯尼迪遇刺文件 只刪去目前人在世的人的姓名和住址 然而 川普總統的命令並沒有得到完全的執行 美國國家檔案館只公佈了其中的2800份文件 人們失望了 因為在那些檔案中 並沒有肯尼迪總統遇刺的真相 只是展現了當年聯邦調查局FBI 如何彈盡截律地在全世界範圍內 追查哪怕渺茫的一絲線索 也涉及肯尼迪政府的眾多秘密行動 包括密謀推翻古巴政府的計劃 2021年的這次解密 主要說了兩點 首先 關於刺客 文件顯示 暗殺特別委員會對肯尼迪遇刺案的調查結果 1963年11月22日 兇手李哈維·奧斯沃爾德在肯尼迪遇刺前不久 進入了德克薩斯州學校圖書存放出大樓的六樓 並從東南角的窗戶使用步槍 向肯尼迪總統連開了三槍 他開的第一槍放空 第二槍和第三槍 從身後擊中了肯尼迪總統 而第三槍是致命的一槍 委員會稱 奧斯沃爾德具有暗殺肯尼迪總統的動機 不過 文檔也顯示 基於科學的升學鑑定 現場有兩名槍手向肯尼迪總統開槍的可能性很大 但無法確認其他槍手 也就是說 從這些解密文件的調查結果看 其實根本沒有確定誰才是真雄 而在以前 官方曾死死咬住了毒狼理論 即 匈山案是奧斯沃爾德一人所為 其實 關於兩個槍手的說法早就在民間流傳 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魔術子彈的說法 魔術子彈來源於一款10美元的遊戲 叫做《刺殺肯尼迪 重裝》 這部時長不到10秒鐘的遊戲 有20多個任務目標 以當時的場景還原官方調查報告所稱的 奧斯沃爾德射出的三發子彈 在遊戲中 最關鍵的是任務列表中打出的第二槍 這槍要求玩家從背後命中肯尼迪的右肩下方位置 讓子彈在體內翻滾後 從總統前面的喉部飛出 然後穿過坐在前排的州長的右背 之後穿過他的右手腕 最後打進他的左大腿中 也就是說 這顆子彈在人體和空中不斷的變換方向 一槍打出7個傷口 其次 關於遇刺原因 委員會認為 雖然科學證據否定了一些具體的陰謀指控 根據現有證據 肯尼迪總統很可能是由於陰謀而被暗殺的 但串謀的程度還不確定 委員會根據現有的證據認為 蘇聯和古巴政府沒有暗殺肯尼迪總統 古巴的反卡斯特羅團體也沒有參與暗殺肯尼迪總統的行動 但現有的證據並不排除個別成員可能參與其中 委員會認為 根據現有證據 美國有組織犯罪集團沒有參與暗殺 但可能有成員參與 不排除個人被捕的可能性 另外 美國的特勤局、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 都沒有參與暗殺事件 但特勤局的防範措施有欠妥的地方 聯邦調查局也未能充分調查陰謀暗殺總統的可能性 說到這裡 大家也許看明白了 這次的解密檔案並沒有實質的真相 聯邦調查局不是白痴 就是在裝白痴 如果一定要說有真相的話 那麼最大的真相就是依然沒有真相 也就是說 官方依然在刻意隱瞞真相 林伍德律師曾經說過 沿著錢的線索查 沒錯的 那麼 我們今天腦洞大開一下 沿著錢這條線索去還原 當年肯尼迪總統遇刺的政治環境 並探索川普總統解密這些檔案的用意 肯尼迪總統於1961年就職 這位年輕高顏值的總統和他的施政綱領 贏得人命的愛戴 當時他正在推行一系列的改革 試圖將美國從黑暗與泥潭中拯救出來 第一 他努力推行對蘇緩和政策 讓自己成為了軍方、情報機構 和古巴流亡者們的眼中釘、柔中刺 第二 他用鐵腕手段終結種族隔離制度 讓白人種族主義者很不爽 第三 他試圖將美聯儲收歸國有 觸犯到了這個國家真正統治者們的利益 第四 他希望美軍能夠在1965年聖誕節前 全部撤離越南 這等於斷送了軍火商們 每年高達8000億美元的財路 可以說 肯尼迪的做法幾乎得罪了 除了美國人民以外的所有人 這一點是不是和川普總統要做的事很類似呢? 然而 肯尼迪的所有努力 都在1963年11月22日被終結了 由於篇幅關係 我們重點說說第三點 美聯儲歸為國有的問題 我們知道 美國並沒有國家的中央銀行 美元的發行是由美聯儲操刀的 而美聯儲是由羅斯查爾德家族控制的 在肯尼迪執政期間 他簽署了第11110號總統令 以美國白銀儲備為基礎推行白銀券 如果白銀券實施順利 勢必降低美聯儲發行的美元流通度 那麼 美聯儲銀行最終很可能破產 肯尼迪的總統令 說白了 就是從羅斯查爾德家族私有的美聯儲手中 奪回貨幣發行權 不需要再從美聯儲借錢過日子 還要支付高額的利息 有不少人知道 羅斯查爾德家族是共濟會的核心 失去了金錢的壟斷 就失去了所有的控制權 《貨幣戰爭》這本書中 敘述了以羅斯查爾德家族為首的資本集團 如何通過金融 控制世界政治 以獲得利潤的故事 包括控制英國國債 以達到控制英國貨幣發行 書中有一句羅斯查爾德的名言 說 如果我控制了貨幣發行權 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 所以 控制了貨幣發行 就控制了金融 對各個行業的滲透和政策 換句話說 也就可以主導美國和世界 肯尼迪被暗殺後 很快 第11110號總統令和白銀券就被廢除了 其他的改革也不了了之 所以 持陰謀論觀點的人認為 肯尼迪的政策讓羅斯查爾德家族又怕又恨 於是 決定讓當年剛步入政壇的老布什 出手搞定肯尼迪 大家可能聽說過 2018年老布什去世 在葬禮上 小布什收到了一張小紙條 上面寫著 你父親暗殺了我父親 簽名是小肯尼迪 據說 小肯尼迪在知道老布什是殺害父親的 幕後黑手後 向為父報仇 因為當時面對龐大的深層政府 自己的實力微不足道 為了保全自身 1999年 小肯尼迪策劃了假死 隱性埋名 並秘密成立了神秘組織QAnon 在他的好友唐納德·川普2016年競選成功後 借助川普的力量開始實行Q計劃 一場大覺醒運動 拯救美國 川普總統在2016年勝選後 曾發表過一段演講 其中就提到了要抽乾華盛頓沼澤 在另外的場合 川普還提到過國家收回美聯儲等話題 2017年 川普曾下令 公開肯尼迪檔案的全部內容 他認為公眾對這些文件有知情權 而且也是為了維護政府的透明度 但是 由於反對力量太大 只能解密了一部分 2021年 川普再次解密肯尼迪遇刺檔案 依然不是全部 我們發現 在肯尼迪遇刺案的調查中 有一隻無形之手死死遮蓋著真相 包括總統特勤局、中勤局、聯邦調查局、 國防部以及時任副總統的林登·約翰遜 還有這場陰謀的其他參與者 不過 川普總統再次解密肯尼迪檔案 也許想以此引起人們對肯尼迪遇刺的再度關注 追求真相 將矛頭指向背後的華盛頓沼澤 1月20日 川普離開了白宮 不過 一場全民覺醒運動已經開始 正如川普總統在離開白宮時說的 我們會以某種方式回來的 好了 今天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